對我們消費者來講 他接受度很高 因為進入門檻 相對來講 對他們來講 這個使用的難度一點都不困難 接受意願度很高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就是我們開發 原來的這個困境裡面 不希望是單純只有在功能性上勝過 而是真正能創造出 消費者對這種產品的喜愛跟需求 想要輕鬆掌握產業趨勢 和企業投資價值嗎 趕快跟著DJ咖啡的腳步 一起探索吧 GO 哈囉大家好我是銀茲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有一集我們邀請到 易章的董事長和副董事長 來跟我們聊他們的經營理念 和未來期許 其中他們提到一個 移動式倉儲主 也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是他們非常驕傲的一項創新技術 那今天我們就再邀請到 邱明賀總經理 他就要來跟我們聊聊 到底易章的產品技術 生產製程上有怎麼樣的競爭優勢 讓易章可以成為現在的規模 成為全台最大的商用置物價廠商 總經理好 是 這邊是我們的移動式倉儲主 是嗎 是的 您次好以及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是我們的移動式倉儲主的區域 基本上我們這個產品開發到問世 已經有二十幾年的時間 在台灣以及世界各地都有銷售 那這個產品非常的好 是因為它可以幫我們空間創造出非常靈活的運用效益 尤其是在現在 在物價這麼高漲 租金通膨 那以及所有的這個金錢的運用效益 我們都希望在能更有效力去運用 然後提升這一些空間效益的同時 我們會發現這個產品帶來給大家非常好的一些 節省成本也好 節省我們的空間的使用的 這個可行性的這些便利性 它都會創造出非常好的一些機會 那像我們這個產品目前來講 它在世界各地有得到非常多的一些專利 那像以前來講傳統式的產品 它這些東西都是無法移動 而且無法創造更多的空間 那我們把所有的空間都節省下來 從通道變成是可運用可負載東西的一些層架 所以讓這些產品變成是所有的空間 都可以變成是可以置物 而且可以收納可以管理的一些空間效益的運用 那像我們現在台灣來講 除了傳統性我們以為說 這樣的產品應該只會出現在一些倉儲 實際上它在半導體業界 在電子業界 在藥商 在醫院 在所有有收納需求的產業 它都可以運用這些產品 那甚至我們一些家裡 可能有比較多的收納需求的這些房子 可能因為現在的家裡有些時候 會儲存比較多的一些食物產品 那這個也可以帶給大家 對非常大的一個便利性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有開發其他新的 是的 那這是我們第一代的產品 那我們這個在市面上銷售非常久之後 那有很多客戶都提到這些問題 就是說因為它的移動的方向跟負載的能量 都是非常的好 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便利性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第二代的產品 那第二代的產品 就把第一代的工人盡量去保留之外 又創造出更大的便利性 就是說它可以單獨推出來做使用 所以它把原來的收納移動的空間 變得更多樣性 而且可以把這些東西 跟我們在一些工廠所需要的生產線的結合上 也做到了整合 所以它從原來的只是單純的收納的功能 變成是它不只是具有收納功能 還兼具管理可以擔任 所謂的移動式的貨架的這個功能 都全部把它整合在一個產品裡面 除了這樣可以應用在各行各業的移動式倉儲組 一張也因應半導體廠 電子廠客戶的要求 在運輸晶圓的推車上 錄上防禁電的材質 並加上高抗震的功能 來保護貴重的晶圓 另外也因應其他客戶的需求 推出具備活動門檔 安全鎖 避震 反刮泡棉 緊急煞車等等的功能 甚至有的台車 推車上還會貼心的附有資料價 大家看出來了嗎 正是在一張強大的客製化 產品開發的能力下 這樣一個個看起來平凡無奇的置物價 其實背後都藏著大大的學問 所以從高科技廠商 美光、德儀、大力光、細品、友達 到同一、鎮魚五金、特立屋這樣的零售業者 或是像其他製造業、醫療業、食品業、貿易產業 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到 一張產品的蹤跡 那除此之外呢 一張面對市場上激烈的競爭 還有怎麼樣的優勢 就讓我們繼續來聽聽總經理怎麼說吧 我想我們在這個市場上已經做了非常久 那大部分其實客戶對我們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一張是一個品質非常優良的公司 我們不管是我們的產品本身 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用了非常大量的數據庫 那以及在監控整個品質生產的過程 還有我們在整個出貨打交的部分 也都是完全配合到客人的交期 即使是在前一陣子 我們的整個海運運費非常高漲的這段時間裡面 那所有客戶他需要的時間 我們都是如期去打交 我們的產品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他可以應用在很多不同的區域跟範圍 所以有時候是端看我們的使用者 他如何去發揮他的想像力跟他的創造力 去把這些東西運用到他想要運用的空間 所以包括剛剛主持人提到 醫療的客人他對這些產品的需求 又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可能必須結合更多醫療方面 對這些細節上的一些要求 那這個也是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客人 可能不同的客人 為什麼都有機會會去喜歡益彰這家公司 是因為我們可以注意到每一種不同的客人 他對於細節上他要求的不一樣跟不同點 那這個也是我們一直持續在努力的地方 是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是不是在生產製程上 其實也有蠻多競爭優勢 身為一個製造專業的公司 我想除了在研發段跟市場 一定要做緊密的連結以外 那我們自己本身在生產技術上一直不斷的在精進 所以我們內部有透過很多的機制 包括我們有提案改善 那包括我們有一些生產技術改善小組 那一直有一群在一直來研究 所有的生產技術裡面如何更新更突破 然後把品質做得更好然後做得更穩定 但是我們的效率可以做得更快 那甚至比一般別人想像中的這種生產的速度 效率都還可以做得再更好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把我們真正的成本 控制在別人沒辦法想像的這個境界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持續努力的目標 那所以我們每年都會設定一些 一些我們想要達成的一些生產狀態跟目標 那一直朝新的目標去努力跟挑戰 就像總經理說的 其實藝章每年都會針對生產技術 不斷的做改善精進 像是這樣一家年獲利一到兩億元的公司 他們其實每年都投入至少四到五千萬元 在製程優化或是設備的資本支出上 就是公司這樣勇於創新努力做好產品的最佳證明 像是近年來藝章的產線從原料處理到焊接 到最後的產品測試等等 其實都陸續導入了自動化 讓生產效率量率持續的提升 這樣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的精神 也是讓藝章與客戶保持長期緊密合作關係的一大關鍵 在這樣懂客戶又勇於技術創新的基礎下 其實總經理覺得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 是藝章跟其他廠商不同的地方喔 會是什麼呢就讓他繼續說下去吧 藝章之所以跟我們的一些其他的工廠 可能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有一群 對於我們公司中心而且非常投入的團隊的成員 就是大家一直持續不斷的在努力 那因為秉持的大家是身為藝章人這個角色跟這個成員 所以實際上大家是一直不斷的投入所有的心血 想要把這個東西一直往上去做一個提升 那這個才是我覺得說一張整體的團隊展現出來的競爭力 才是有別於其他的競爭對手或其他的公司裡面 我覺得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想要請教說我們目前有沒有看到什麼新趨勢 然後想要推出新的秘密武器 如果是秘密武器就沒辦法講 但是我想我們其實都是持續不斷一直在研發新的產品 然後以因應未來的需求 趨勢已經在成型也在改變 包括最近的一些趨勢報告所提到的 未來一定會有一些新的生活樣態的展現 因為在疫情整個改變人類生活方式之後 事實上是所有的型態都必須跟著改變 那我們也有關注到有一些點是我們會持續去做一些研發投入的部分 那我相信這些東西未來希望推出市場之後 也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些關注 也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 那公司就是對未來中長期有沒有一個應運的目標 比如說在技術、產品或市場有一個期許 其實我們一直是希望扮演跟市場之間是一個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那我們的目標的訂定的方式事實上都會根據整個中長期的規劃去做一些調整 像我們在面臨這幾年的這些改變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訂定特別高幅度的一個成長 因為像過去海運的狀況也好 或是像這些疫情的狀況都讓我們在很多的目標設定上 那我們都必須採取一些穩重 那但是是在安全的條件下所設定的一些目標 所以像我們在看未來中長期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是用這樣子的心態 跟這樣審慎的態度去看我們每一個踏出去的每一步 都是穩定而踏實 那希望說是在相對風險考量都已經納進去我們的思維 整個策略裡面之後所做出來的一些目標設定 我相信益章是追求一步一腳印 然後持續穩定成長的公司 那我們也希望說帶給我們所有投資益章的股東 然後社會大眾 不僅是喜歡益章的產品可以關注益章的產品 而且真正的益章的東西是可以便利大家的生活 讓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是因為有這個便利性 讓大家的生活更便利更方便來喜歡這些產品 進而來喜歡益章這家公司 好的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囉 非常感謝總經理為我們說明公司的產品技術 再還有生產製程上面的各種優勢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期節目見囉 掰掰